大家好,我是Anna,我是一位原理工作者 2021年我設立了一個新目標 希望可以為自己有興趣的題材多些和大家分享 這個平台將會做植物工作和綠色生活的資訊分享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提供小丁丁 然後點贊和分享這條影片 今天是想說塑膠包裝的問題 其實地球污染 我們讀書的時候十幾年前已經一直都說 最近經常都在說走數 為什麼一些超市買東西 買每一樣東西都要涉及這麼多的塑膠 而這些塑膠其實最後是去到堆田區的時候 最後都是要用好幾百年的時間才可以分解到 那怎樣去做到源頭去減肥呢 我就發現了一間非常之特別的環保生活的百貨店 這間店叫做Slow Wood 它其實在香港是有三間的分店 這一間其實就設於於如景灣 店內的設計其實是非常非常簡單 一看就是極簡主義的朋友 這裡的每件產品都非常吸引我的 我簡單是會分成兩大類 就是一些有包裝的產品 和一些沒有包裝的柴脈油炎醬塑 甚至乎有牙策、杯、廚具、沐浴露、護膚品 而這裡一盒盒的食材 其實也都好像我們平時去的雜貨店一樣 你要多少買多少 不過這個就會是一個比較華麗版 更加環保、衛生一點 還有當然它的產品也都比較當元化 不像我們傳統雜貨店裡面 只會傾向中國人的口味 每個箱都標誌著它來自哪裏 它的編號和每10克或每10毫升的價錢 而他們的產品聲稱大多數都是郵機的 除了乾貨之外 亦都有食溶油可以買到的 今次我們就見到有花生油 初榨的橄欖油等等 另外這一邊也都有洗頭水、護髮素 還有花水等日常的護膚品 還有我也見到有杏仁粉 這個可以自製磨砂膏 希望下一次可以和大家做一集 DIY的天然護膚品 今天會即場簡單的示範 我會買東西的時候是怎樣的 其實你有三種方法是可以去購買的 第一就是自備自己的購物袋 或者是購物玻璃瓶 然後你可以去使用他們準備了給你的一些儀壽玻璃瓶 這些是免費的 又或者你可以購買他們一些漂亮的玻璃瓶 而我這麼慳家 我在這裡就會選一個已經洗乾淨的玻璃瓶 首先你記得要先磅多重 然後用紙和筆把它抹下 然後才去筆你想要的東西 今次我就鎖定了營養酵膜 它吃下去其實味道好像芝士味一樣 亦都非常簡單 你灑在你的食物上就可以了 它擁有較為完整的蛋白質 另外亦都有維生素B12 這些食材完全可以幫不食肉的素食者 補充它所需要的營養 至於關於素食者的營養均衡 希望日後有機會再為大家做一集 好了 之後你就繼續去放重 然後旁邊會有一個計數機 你可以減回剛才的瓶的重量 再用筆記低產品的編號 和它本身食材的重量 而這裏都有大中小的牛皮紙袋 做法都是一樣的 最後你可以減回袋子的重量就可以了 完成這個程序 你就可以去櫃檯給錢 如果你是會員的話 只需要趕出你的電話號碼就可以了 而入會其實是免費的 因為你自備了購物瓶 那整張單又會再減5% 是不是很滾動呢 而他們給你的那張收據 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如果你買很多不同的東西 其實它都不會去解釋你 到底買哪一隻是多少錢 哪一隻是多少錢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你就可以要求它 發電郵給你 是一個電子的收據 簡單的那張收據 就是你總共買多少錢 我覺得其實在這間店購買 是一個非常之特別的體驗 也是一個我們已經習慣了平日買東西 看到所有東西都是用塑膠袋 包裝好像很乾淨很方便去買東西 而當我們去這間店購物的時候 你覺得好像是麻煩了 你覺得花的時間是需要多了 所以他們的店舖叫做Slow Wood 也是一個推廣慢生活的一種態度 其實環保就不是一個口號來的 它是一種的生活態度 它是一種的習慣 是一個需要在生活上 每一個細節去做一個體驗的 雖然未必會做到一個很大的影響 或者是一個社區上面 或者是一個城市上面的影響 但是我自己深信環保其實就是 由每一個人去入手 而每一個人去重新去審視 他的生活需要是怎樣的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些支持這些有理念的店舖 雖然可能你會覺得 計算起來好像有點貴 但是對比如果我們 平時買一大包的杏仁 但事實上我們未必會吃這麼多 在我們未吃完之前 我們又去買其他的盒頭 或者提子肝 結果會越買越多 甚至乎去到最Man的時候 其實那些產品都已經過了 其實我們獨自是要去等 那當然有些可能寫著是過了 但未確實真的過了 那我很希望可以透過我 我接下來的製作的影片 可以多些去分享這些環保生活的理念 多謝大家